Athena家人们,大家好,我是Alex,研发部门的专家。 今天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使用Athena的组织培养套件, 将准备好的植物茶汁放入培养容器中。 实验室的准备工作是组织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第三步, 这一步骤包括将消毒后的植物安置于培养容器中。 此过程应用所有将映入组织培养实验室的植物部分。 现在,让我们穿上挂当的防护装备, 共同保护这些珍贵的植物遺传资源。 请使用旧井车底擦拾并小毒工作取的内外表面。 在将培养明和酒精灯放入工作取之前, 先确保使用酒精擦拾表面,以达到消毒的效果。 轻轻打开装有茶条的容器盖。 使用五菌镊子轻轻加去一个菌结, 并将其防置在依效毒的工作台上。 使用镊子夹阻茶碎, 再下段轻轻切开, 确保留有足够的精干液插入拧小钟。 然后轻轻打开一个培养皿, 将落露的组织部分放入培养机中。 在操作过程中, 请确保工具不接触到培养机或培养皿的内部。 操作完毕后立即盖上盖子。 这边是所谓的外质体。 每次切割后, 都应使用旧精灯对镊子和手术刀刀片进行消毒, 并在每次切割后, 使用旧精喷砂消毒工作面。 每次切割后, 应使用旧精喷砂请机工作台面。 重复上述步骤为每个外质体制作。 当所有培养民准备完毕, 并装在了新鲜的外质体后, 将它们置于科隆凳虾, 光照强度设定在75-125PPFD, 室内温度保持在20-25摄氏度。 外质体以至于挂翼环境中, 接下来的60-90天里, 我们只需耐心等待外质体的充分生长和繁殖。 一旦观察到足够的生长, 敬请关注我们的专誉视频, 学习如何进一步保存和维护您的基因库。 关注Athena, 了解我们即将发布的组织培养程序或视频更新。